又到了一年暑假好时光,说到暑假就想到暑假游,想到暑假游就想到人挤人热死人。 于是灵机一动的美国网友,想出了一个年度杀雕的花式旅游。 有一群网友在Facebook页面发起攻占51区,他们无法阻止我们所有人的活动。 活动一上限短时间内,就有20万网友报名,随后Twitter等社交平台都在接力。 报名人数不断刷新,截至今日上午,已经过百万人报名参加,还有80万人表示,对这个活动非常感兴趣。 目前活动定在9月20日进行,据外媒报道,这项活动的灵感是来自于美国一档热门播客节目。 Joe Rogan Experience,6月20日的节目中,主持人罗根邀请到了饱受争议的物理学家拉扎。 他还声称已阅读了美国政府的机密文件,里面描述了过去外星人参与人类事务的情况。 同时上个月美国五角大楼,也承认了目前美国正在进行高级航空航天威胁识别计划,研究和调查不明飞行物。 这些激起美国网友极大的好奇,于是脸书用户巴恩斯第一个发起攻占,51区。 他们无法阻止我们所有人的活动,没想到这活动越做越大。 CNNRT,国家利益,FOX,华盛顿邮报,美日邮报等多家外媒都跟踪报道。 最后成功惊动了,美国空军发言人迈克安德鲁斯,出来警告百万大军。 51区是美国空军基地,我们不鼓励任何人进入美国军队的训练地,美国空军时刻准备好,保护美国和其资产。 51区是位于美国内达华州荒漠地带的一处军事设施,总面积超过1600平方公里。 长期以来,美国官方不承认51区的存在在美国地图上,这片区域显示几乎都是沙漠。 直到2013年,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布了一份解密文件,正式承认51区的存在。 但称51区只是一个隐蔽的研究场所,可是报告中许多地方被涂黑。 也正是因为美国长期的神秘和很多目击事件和自称是51区的工作人员的言论,让51区打上了牢牢的外星人标签,相信的人越来越多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,真正的勇士就要都是敢于直面邻里的鲜血,越有阻碍就越要勇莽直前。 于是又有网友出谋划策,最后给这项活动制定了一个规矩。 策划人认为只要大家都用活营忍者跑的姿势,跑得够快,子弹就射不中他们,最后网友们不管是当真的还是开玩笑的都加进来应援了。 总之这么有趣而沙雕的事,你不心动吗?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